让我们来粘粒,两脚稍分开,吸气抬右臂,往上伸展,呼气朝左弯腰。 现在,慢走吸,体会身体右侧,从宽到高级波的伸展增强了,吸气慢慢的起,呼气又闭下来。 左臂上去,吸气左臂往上伸展,呼气将右弯体会左腰的伸展,现在弯右吸体会生长感加强了,保持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 腹内脏的左侧在延伸,右侧在挤缩。 好,吸气起,呼气左臂回体车。 下面,两脚并笼,两臂测平举。 转动手弯,让心朝天。 慢走,手指轻轻触摸肩膀。 两臂在肩关节那儿向前画小圆圈。 逐渐的,圆圈的幅度越来越大,直到肘肩现在碰上了。 就会肩胶骨的移动,按摩了上背肌。 为了确保站姿中确,尾骨可以往里塞。 好,我们调过方向往后转圈。 同样的,圆圈从小变大。 这练习能减轻肩膀上积累起的紧张。 很多时候,这些紧张肌肉会形成一些像舌头般硬的疙瘩。 因而堵塞住气的运行,引起了头疼或者脖子僵硬。 我们做着练习来防止或者减轻这问题。 现在,我们前后的生长胳膀。 吸气时,肩关节尽量往后推。 同时稍固张胸脯。 呼气时,两种肌相碰。 要是手间不能接触,没关系,尽量做就行了。 好,现在肩关节上下的生长。 吸气时上。 两手背在颈后相碰。 呼气时,肩膀尽量消降。 同时,稍齐把脖子。 好,臂膀回正中,伸直走关节。 转动手掌,朝下,两臂回提侧。 下面,食觉在背后相机哦。 往后延伸臂膀。 右脚往前踏一步。 吸气,扩张胸膀。 脖子往后伸展。 呼气,背慢慢下去。 在髋关节运动。 有可能的话,前额贴近骨。 后,两臂往地伸展。 轻柔均匀地呼吸。 现在,彻底地呼气。 然后吸气,慢慢地起。 保持背部平直。 右脚收回来。 这次,左脚上前。 吸气,挺胸。 仰头。 呼气,慢慢地下去。 背保持平直。 放松两肩。 让两肩和肩胶骨往下伸展。 提把右膝盖和舌大腿积结束。 。 彻底地呼气。 然后吸气,慢慢地起。 左脚回来,分开两手。 上面,两脚稍比肩宽。 脚尖朝前,或者朝外侧都行。 吸气,两臂侧平局。 呼气,身体尽量向右扭。 左手搭住右肩, 右手背搭住左宽。 清晰地呼吸。 在呼气时, 可以进一步地增加扭转的幅度。 但注意, 身体是从宽和腰背转动着的。 好,从右侧,慢慢地扭转到左侧。 右边绕着胸脖。 右边绕着胸脖。 左边绕着腰背。 注意,宽部,整个骨盆都朝同一方向扭动。 而且,可以稍微用力地扭动。 而且,可以稍微用力地扭动。 好,从左扭到右。 同样的, 在呼气时, 增加扭动的幅度。 这牛脊弓,能灵活脊柱。 它也按摩了腹内脏。 有助于排除腹脏器。 从右扭到左。 注意, 脖子也朝同一方向扭动着。 这姿势对消除髋和腰背的僵硬颇有功效。 最后,我们回掌中。 两臂回体车。 两脚逐步地合起。 闭着眼,放松全身。 下面,两脚愈合金光, 稍微吸。 吸气, 臂膀往前, 然后往后甩。 两手轻握拳头。 呼气, 以宽做支点, 背部弯下。 两臂摆在头的两侧, 脸朝下。 背部劲保持平局。 做腹部呼吸。 在吸气时, 扶骨胀。 在呼气时, 扶内缩。 整个骨盆应该积极地往后生长。 延长了腰背。 好, 好, 彻底地呼气。 然后, 吸气, 慢慢地起。 呼气, 两臂回体车。 。 闭上眼, 休息。 放松髋关节和大腿。 放松背部和肩膀。 。 请坐下。 两腿向前伸举。 十举相交。 臂膀前平举。 伸曲往前倾。 然后, 顺时针方向的转动。 。 想象, 你正在磨豆子。 以宽部做支点。 动作的幅度要到极点。 也就是, 在没有干扰腿位置, 或者降落手臂的范围内。 趋干尽可能的往前。 右。 后。 左的勤过去。 。 现在, 我们改做逆时针方向。 试试把动作配合着呼吸。 吸气时, 往后倾。 呼气时, 往前倾。 左右边臀部, 都保持出地。 只是向右倾时, 体重移到右臀。 而向左倾时, 体重则移到左臀上。 这练习, 按摩了腹肌和内脏。 也强壮腰背和滋补肠脏。 好。 趋干回正中。 松开两手。 下面, 我们稍微冷息。 。 左脚跟, 挪进左臀部。 拿住脚踝。 举起, 右脚掌。 拿住脚的歪侧。 现在, 向上延伸右腿。 挺直右膝。 背, 往上挺。 稍后挺。 抬起了左脚。 以臀部平衡了身体。 做均匀。 缓慢的呼吸。 。 为了好好的, 掌握住平衡。 背部要往上骑。 胸脯同时扩张。 。 好嘞。 脚跟接近臀部。 往上举左腿。 体会裹旁腱的伸展。 身体稍后挺。 抬起右脚。 注意, 一定要保持背部平均。 并且往上提。 要是觉得腿后伸展太强烈。 左手可以换个微距。 拿住脚踝或者腿肚子。 你甚至可以稍微吸。 关键在于, 你不断去试图伸掌膝关节。 以致能保持腿后的伸展感。 好,右脚下去。 翻左吸。 左脚也下去。 伸掌两腿。 我们做下一个动作。 在舒适的范围内, 两腿大大的分开。 两臂刺平举。 上身朝左扭。 右手指出左脚指。 脖子也向左扭。 左臂往后还往上延伸。 接着, 朝右扭转。 注意, 扭转动作的转肘。 在腰和宽部。 连续地从一次扭转到另一次。 脖子也随着同一方向扭转着。 好让你看到举高的手指。 你可以延长保持姿势的时间。 轻柔地呼吸。 要是你觉得扭转的幅度太大。 不妨试试。 不妨试试。 把两腿的距离收窄一点。 或者, 你甚至可以两腿变笼。 腰板做正的扭动。 手扶着反方的大腿。 后面的手和肩膏。 在这一边, 也停久一点。 细柔地呼吸。 好嘞。 回到正中, 停止腰板。 放下两臂。 两腿并拢。 闭上眼, 松全身。 体会腰板和骨盆部位的循环增加了。 体会有一股舒畅的温暖感。 有一股针刺般的能量, 振奋了全身。 下面, 把两手放在臀部旁稍后一点。 手指朝外。 双身后傾。 抬膝。 让脚底平贴地面。 两手下推抬起臀部, 直到躯干和大腿形成一直线。 慢慢地往后延伸脖子。 让头下坠。 正常地呼吸。 为了保持强固的姿势。 又为了避免身体做成的横线会下垂。 我们可以紧紧地朝内收缩臀肌。 骨盆同时往上烧提拔。 好, 轻轻地抬头。 把臀部放下。 伸着两腿做起。 把臀部放下。 右脚跨左腿。 脚底贴地, 紧贴左手腿外侧。 左肘或者上臂的外侧, 抵住右膝的外侧。 前臂往下伸, 拿住左膝或者筋骨。 现在, 吸气。 右臂往上, 高厚地转动。 手掌放在臀后, 手指朝后。 慢慢地呼气, 同时将用牛躯干。 扭动到极点, 就保持姿势, 轻柔地呼吸。 在每次呼气时, 稍增加牛脊的幅度。 还有, 左臂用力的压伸膝盖, 会有助于进一步的扭转。 好, 膝盖慢慢地回正中。 我们来叼换左右边的体位。 轮到右腿伸直, 左脚跨过右腿。 右肘或者上臂, 抵住左膝的外侧。 然后伸直右肘, 拿住右腿。 吸气, 左臂往前和往后的延伸。 手在臀后伏地, 手指朝后。 慢慢地呼气, 同时向左扭过去。 注意, 扭转的动作, 是由腹、 腰和髋带领的。 脖子和躯干的其他部位, 也随着同一方向扭着。 右臂用力地抵押做左膝, 有助于增加牛的幅度。 好,慢慢地回正中。 。 松开腿和臂, 回圆背。 臂眼休闲。 松大腿和髋关节。 松背部。 松腹肌和肋肌肌。 好, 我们来俯卧。 下巴轻轻地出地。 弯右肘, 手放在右肩前, 手指朝前。 曲左膝, 左手拿住脚面。 边吸气, 边小心地抬左腿和上身, 两头。 轻柔地呼吸。 右手。 右手协助支撑身体, 往下按。 按着要同时, 尽可能地使用腰背肌肉力量, 协助撑起躯干。 下来以前, 先深深地吸气。 然后, 慢慢地呼气。 放下腹, 胸, 肩和头。 左腿也回到地上。 我们来交换左右边的体位。 右臂再提侧。 左手放在肩前。 弯起右小腿。 右手拿完脚面。 彻底地呼气。 边吸气, 边慢慢地抬。 尽量使用腰背肌的力量。 轻柔地呼吸。 右脚往后和往上的推送, 能强化姿势。 好, 慢慢而有空着的下去。 放开脚, 伸着腿。 。 选一个自己舒服的姿势。 闭眼, 休闲。 放松刚才生长过, 和解缩过的肌肉。 体会这些部位, 都充益着新的循环。 好, 我们翻转身, 仰卧。 翻起两膝。 脚底平方地上, 两脚两膝稍分开。 吸气, 抬头和肩膀。 两臂也抬到和肩同高。 呼气下去。 吸气, 抬头肩和臂。 呼气下。 继续这样的膝上, 呼吓。 使呼吸配合动作。 。 要有健康和灵活的腰背。 腹肌, 却最好是结实有力。 这练习, 是强壮腹肌的初级锻炼。 是4到日本一三储备已 resilience。 011的脚比资亚开。 是强壮腰中的脚比资产 protects今日的愚 Funk人。 得最出来。 现在伸起两腿休息一会 头从一侧转动到另一侧 头转到右侧时 体会脖子后左侧的肌肉生长 头转到左侧时 就体会脖子后右侧的生长 放松合关节 牙齿别咬紧 最简单的练习 疏通脖子上的堵塞经络 有助于消除减粘性脱疼 下一个练习 最好把呼吸配合动作 吸气弯肉腿 彻底的呼气 两手将胶抱着肉吸 并去不吸 抬头和肩下巴出吸 吸气肩和头回地上 呼气松开两手伸直膝盖 吸气弯着腿 彻底呼气两手抱着左侧 朝胸腹压去 边摒气边抬头 边吸气边有空气的放下肩和头 边呼气边松手 腿回地上 吸气抬双腿 呼气两腿抱着两膝 并往下压 并去不吸 抬头和肩下巴出吸 吸气头下去 呼气伸直两臂两腿 这就做完了一回合 咱们再来两回 吸气起右腿 呼气右腿挤压胸腹 左腿尽量不翘起 并去不吸 要是下巴没法出吸 那尽量接近就好了 吸气肩先出地 接着是头 我们的每一步动作 都要慢而有空振 并且搭配着缓慢 深长和彻底的呼吸 但摒气方面 则按个人舒服范围以内 没准 千万别勉强 你的摒气量 可能比我较短 或者较长 你要有所体验 这练习 调理和改善了消化系统 还能有效地排除腹着气 借两腿帮助 挤压腹胸 吸气头下去 呼气两臂两腿回地上 我们来最后一回 吸气弯入吸 呼气挤压腹腔 将肺部空气调调 摒气 别勉强下把接触膝盖 吸气下 呼气松开腿 掌先朝上 吸气左腿上 肺力空气调调 同时挤压 摒气体会伤臂 颈厚和走宽的伸展 吸气下 呼气腿和臂回到地上 吸气抬双腿 呼气两腿及压腹胸 肺部第二腿之后 就摒气抬下巴 吸气下去 好 上去双腿 闭上眼 放松尾骨 放松腰椎 放松腰背肌肉 放松全身的肌肉和关节 体会全身气血 体会全身气血柔顺 柔顺的气血滋润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放松尾 放松尾 放松尾